众所周知 苹果是一家专业卖转接线的公司 而不是 苹果是一家专注于用户体验的企业 就在今天凌晨 他们如期举办了新品发布会 公布了多项软件硬件的体验更新 首先是从没听说 也不知道哪里能买的Apple TV 苹果为其带来了更强的互动性 可以在看视频或者直播的过程中 查看互联网上的相关讨论和投票 而且他们还发布了一款 名为TV的独立应用 可以在里面查看热门的内容 和管理自己想看的内容 未来该应用还会登录iPhone和iPad 功能有点像是在国内 被下极的iTunes电影 此外TV应用还支持 实时搜索正在进行的比赛 不过除了为国内的电视盒子 提供借鉴之外 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随后苹果公布了 本场发布会的主角MacBook Pro 在刚刚迈入第25年之际 苹果为其带来了 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更新 外观上 新款MacBook Pro使用了全铝机身 相比上一代Pro 机身的厚度降低了15% 重量则是轻了至少10% 正是因为机身体积的大幅缩减 苹果表示 不会再对13英寸的MacBook Air进行更新 而11英寸的版本 更是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 新款MacBook Pro在机身的接口上 也非常激进 去除了MacSafe磁吸式接口 去除了HDMI接口 去除了SD卡槽 只保留了耳机接口 取而代之的则是4个USB-C接口 发布会上 已经把你需要购买的转接口列出来了 还是很贴心的 不知道用4个接口一起充电会不会更快 当然新款MacBook Pro最重要的变化 还是这个取代第一排功能键的触控条 苹果把它称之为TouchBar 它的最右侧 是一个具备Touch ID指纹识别功能的电源键 其余部分则为OLED触控屏幕 这条触控区域的功能非常丰富 不但能当成系统控制键 还可以输入表情符号 显示文本输入预测 以及添加更多自定义的工具按钮 而且随着第三方应用的搭配 这个区域也能通过不同的软件 来实现不同的用法 比如这样打麻将 这么好用的触控屏 贴膜就用这个吧 新款Mac在性能上也有相应的提升 具体来说原来的游戏性能是1分 现在是2分了 确实很厉害 售价方面 13英寸的最低配版不支持TouchBar 价格为11488元 支持TouchBar的版本 则为13888元起 而15英寸的版本价格定为了18488元起 发售的时间至少要到两周以后 对于果粉来说 贵怎么能说是新Mac的缺点 难道不是你的缺点吗 接下来看看国内的消息 苹果凌晨在开发布会的时候 锤子CEO罗永浩在微博上异常活跃 甚至他还专门发了一条微博评价小米mix 并表示向小米致敬 随后雷军也回应了这条消息 不说别的 国产品牌都能有这么好的风气 国外产品以后在国内就只能换不销钢脸盆了 另外福布斯昨天公布了中国富豪榜的名单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以330亿美元的身家蝉联富豪榜第一 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 以282亿美元的身家排名第二 腾讯CEO马化腾 以245亿美元身家名列第三位 网易公司CEO丁磊排名第五 而百度CEO李彦宏则是排在了第七 看完排名小编只想说 真正的富豪其实并不在榜单